杜杜克的庄清岳共同创办人 许育人委员 于婉如委员 内政部合作及人民团体丝筹备处 陈茂春主任 经济部中小企业处 吴明基处长 经管会资讯服务处 蔡福龙处长 工研院聚资中心主任 暨资测会副执行长 于小贤老师 Bitalic Buterin from Ethereum Foundation 内政部 经济部 经管会与工研院的同人们 以及在场的各位先进朋友 大家好 很高兴获得主办单位的邀请 能够用远距非同步的方式 参加这个极具异议的活动 并且分享一些个人的看法 根据联合券目跟东方快线 在2011年公布的 台湾民众捐款行为调查 高达八成的受访者表示 在最近一年曾经捐款过 每位捐款者每年平均捐款六次 每年平均捐助3716元 另外由草根影响力文教基金会 委托醒无科技大学进行 并且在2015年11月发布的 《台湾民众爱心有多少调查报告》里 也有高达六成七的受访者表示 曾经有过捐款的经验 其实就算没有这些统计 相信大家对于台湾人付出 爱心的意愿跟能力 也不会有丝毫的怀疑 过去已经有太多部分国内外的案例 反复的印证 然而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观察 台湾民众除了捐款之外 对于捐款之后的财务运用 其实也相当关心 在《台湾民众爱心有多少》 这份调查里 有四成九的捐款人 就是希望受捐赠的对象 可以公布善款的使用情形 而2011台湾民众 与捐款行为调查也显示 有四成五的没有捐款的人 之所以没有捐款 就是因为担心捐款 没有被好好运用 此外 根据台湾公益团体自律联盟 在去年八月公布的 民众社会参与意愿调查 有高达七成八的受访者指出 一个团体组织是否公布财务的报表 将会影响自己对于 那个团体组织的认同 由此可见 台湾民众不只是在捐款之前 想要知道 为何捐款 为谁捐款 也希望在捐款之后能够了解 捐款的流向 以及最终的用途 因此我们看到 即使是居于龙头地位 在国内外都享有盛名的慈善团体 近年来也已经顺应社会期待 逐步提高财务的透明度 在我很小的时候 社会所崇尚的价值是权威 简单来讲的就是观大学问大 后来慢慢演变成专业 也就是以专家学者的意见为主 但是到了今天 则是公开和透明 也就是说 一件事情值不值得相信 应不应该支持 越来越多朋友的判断基础 不再是某某人说了算 或者哪个单位出面背书 而是这件事情的背景资讯 这件事情的决策过程 够不够公开 够不够透明 而这样的信念 也是我们今天齐聚一趟 共同的理由和目标 就如同我现在 正在政府内部推动的 政策履历机制一样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 数位技术的应用 来让公益群目的透明程度 不断地增加 让每一块钱 从哪里来 去了哪里 都能够在区块链上看得一清二楚 就好像有一份公益履历 能够让大家一目了然 在这个基础上 我希望公益群众募资 能够争取到社会广泛的认同与参与 让更多人愿意伸出援手 让更多人能够得到协助 也让整个社会 能够进一步地互助共生 最后 预祝本次典礼圆满顺利 杜杜客群目平台 展步日新 也谢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大家的聆听